有個味道 Hello 大家好 為什麼一來會拍攝這個平底鍋呢? 因為我要開始這個地獄料理 這次拍是一個地獄料理 相信大家看標題都知道 這次就是我做一個炒飯 炒飯並不是普通的炒飯 而是一個型多配料的炒飯 我想試一下把型多配料拌在炒飯上 會有什麼效果 現在立刻開始 首先一來我就沒什麼送的 本身就沒什麼送的 但是在雪櫃找到一些肉 豬肉來的這個 拿下去炒 接著我先講一下步驟 首先我先炒這堆肉 這堆肉 然後呢 接著就怎樣 先炒肉 炒完肉之後就先用碟放下熟的肉 接著就開始炒飯 現在就準備開火 大致上的情況就是 接著就在炒飯的期間下這個東西 很簡單明確 OK 出發 馬上開火 沒有火 先開熱爐 先開爐 OK 看看多少油 大概這麼多 動到 大概這麼多了應該差不多吧 對 我再放多一點 再兜個圈 兩個圈 大致上大致上你看到有硬有色澤 有液體那裡就有油 好了 其實也足夠了 其實也足夠了 還有火都很燙 我先帶我的頭龜 首先我的料理廚 非常一般 其實可以說是差 可以說是差 那... 可能會有些東西做錯 大家記得不要跟著我做 要跟著那些 可能一些出品少少的 可能一些料理 食譜那些 那些就跟著我做 不要跟我做 會錯的 拿一個木的... 木的橙 橙 這個來了 其實也不需要的 差不多了 看到它都沒有煙 現在弄回中火一點 因為已經夠熱了 那現在就下個中火 不是下個... 下個肉了 我先打一打它 看它慢慢熟了 看它慢慢熟了 炒到它差不多熟了 就可以先把它蓋上去 然後再分批炒 對 不過這個方法都是上網看人的 就不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 就是我做的 可能很多是做錯 很多是做一些低能的 好了 大致上你看到都熟了 可以說是 可以蓋上去 這裡就是剛才的東西 剛才的東西 沒錯 可以先放在這裡 然後轉到小火 轉到小火 這裡就慢慢等一等 再補一點油 因為炒飯也需要油 要不然呢 要不然的話 它就會似底 現在就做炒飯的步驟 炒飯的步驟就是 我準備了一個大碗 然後就打一隻蛋 打完下去之後 就可以拿個飯 拿個飯去炒 沒錯 打這個過程 我待會做完再給大家看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基本上現在的飯 就炒 拌了蛋汁 這個蛋汁之後 就可以拿下去炒 先等等 調大一點 起碼要中火左右 中火左右差不多 好 可以把我剛才的蛋液飯 就可以放進去炒 其實蛋炒飯 我有看過好幾個方法 分別是放蛋 再放飯 或者 好像這個方法 拌蛋液到飯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認為 這個就方便我多一點 方便我多一點 那我就放了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放了 好 把蛋飯倒進去 好 OK 這樣就行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飯 壓平 壓平 讓它煎 慢慢煎 慢慢讓它吸收一下水飯 好 剛才停了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再煎 好 現在的狀況 就是這樣 然後 有些位置 是 拱起了 或者是黏起了 就要散散 弄散 因為炒飯 你不能 不能一塊塊 就不可以炒不起 然後弄散 然後弄散 所以用木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木可以很大力的壓下去 可以煎到飯 就散 對 就這樣 飯掉了出來 好 大致上的飯 蛋炒飯就結束了 但是沒有配料的什麼都 剛才做了一個醬 這個就是 認多的醬 其實我都不清楚 我要怎麼做 因為它又有粉 我怕一包不夠 其實我有兩包 看情況再放 我可能要 先放些什麼 先放了豬肉 先放了豬肉 先把它炒一碟 先把它炒一碟 炒一碟 好了 給大家看看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還沒成形 因為我還沒放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才是整道菜的精髓 對 那我就 可能先拌勻 對 先拌勻 對 先讓它煎一煎 就是這樣 我倒下去了 我真的怕 要拿匙間拋出來 因為實力不夠 一定要這樣拋出來 最後那些渣 最後那滴都要拋出來 渣乾渣正 可以 好 差不多了 放在那邊 然後再炒 炒在那邊 現在就是這樣 真的不夠 真的不夠 好 給大家看看樣子 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的顏色很不均勻 這一邊可能變成了 這一邊就白白的 這一邊 這樣就可能要再開多一包 都未定 那我再看一看 再炒多一炒 看看它如何 再決定如何 那或者我再開多一包 現在現在 順手立刻開多一包 搞小火 怕它會燒 那現在立刻放在那邊 好 一落完 之後就立刻炒 或者是這樣下 好 差不多了 那現在立刻就拌起來了 立刻拌起來了 大致上都OK了 可以說 你是不是過去煮啊 你過去煮啊 你過來煮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貓叫 最後的步驟 再加上剛才綠色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純粹是綠色 看到綠色的丟進去 好 好了 大致雀都成形了 由高空拍下去 樣子就是這樣 我樣子就是這樣 待會把它放進碗裡 再給大家看 好了,現在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樣子就是這樣 其實看上去 色水 其實可以跟 揚州炒飯差不多 還是怎樣說 真的有一點色水的炒飯 我不知道茶餐廳哪個炒飯 是炒到這個樣子 如果炒到這個就死了 說笑話 看上去都吃得到口 但味道就不知道怎樣 味 嘗嘗 第一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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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味 不客氣,我覺得真的好味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形多 如果你有吃都知道 形多的醬 就非常之厚 重口味 本身我打算放一包就夠了 誰知道還是要放兩包 現在變相我家裡 又有兩個形多的麵餅 但是沒有醬 不知道有什麼用 大家可以推薦一下 看看可以怎樣做 下次有機會再做 我自己就覺得真的很好味 第一口有辣 有甜 有鹹 有鹹 蠻好的 兩包醬就差不多 你看到這個碗都很大 我打算看上去 做的時候會看 嘩 好少 多幾斤試一下 誰知道這麼多 差點連碗都放不上 有時候 有時候 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但真的不健康 上次都說過 真的不健康 不過難以抗拒 它真的令人 尤其是現在加上去 嘩 簡直是另一個新天地 但當然炒飯可能有另一些更加好吃的 當然這個營多撈麵的醬料 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令到更加好吃 但是就不健康 屬於 有機會吃完喉嚨會不痛 或者是乾 乾 喉嚨痛 或者是炸裂熱氣 熱氣這個詞語很適合用 在這個吃完營多撈麵之後的狀態 因為很大機會會 喉嚨痛 有一次我又拍過一條 沒有出街的 沒有出街的影片 五個營多撈麵吃了 然後第二天我馬上喉嚨痛 不知是營多撈麵問題 還是 我買了一隻 那個品牌有問題 因為好像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但不是便宜很多 嗯 不過吃了第二頓 我覺得雞肉好像不夠味 其實炒飯最重要是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的樣子是最好的 這樣才是正宗的炒飯 其實之前的我炒了什麼飯 可以給大家看 可以給大家聽一下 看就沒得看 我不會特意拍這麼醜的炒飯照 可能就是濕炒 濕炒就是飯有很多水分 炒飯就可以說是濕飯不合格 嗯 黏了 可能是水分了很多 然後又黏又成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什麼推介都可以推介給我 即是說可能你 嗯 可能我這次留了兩個公仔麵 你可能會說 有什麼配公仔麵好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配 好啦 那不如做個總結 讓我一邊吃飯一邊剪片 真的太多了 沒有可能一次過 即是十時之間吃光 可能要分一段時間 看看現在有沒有六斤 有六斤的 有六斤的 好 那這個飯呢 總結 認多這個麵呢 挺好吃的 醬料也是很出色 然後配到飯裡 可能呢 味道就沒那麼重 但是有些味道挺出色 可能是辣 甜也很足夠的 不過就不像麵 可能麵 因為它的醬 可能醬的比例 可能比麵多 所以那個鹹味就可以出來了 但是飯 因為我第一次做 我顧不到飯和醬料的比例 所以飯一定是多了 所以才要加兩包醬 但是效果出來都不差 所以都挺好吃 都挺不錯 挺令人意外 不過本身都挺好吃 都不會說吃得去哪裡 我想我自己做完之後 都吃得到的 這樣就OK 大家可以留言看看 我有沒有什麼地獄 地獄料理想我煮 那現在就剩下兩個公仔 螢光麵的麵餅 我不知道怎麼處置 那大家如果 可以的話 就幫我想起來 可以怎樣做 你們想怎樣看 可能是什麼 豉油拌麵 炒麵 各方面的 但是炒麵這個真的有點難 因為我沒試過炒麵 炒飯我試過好幾次 但是麵我真的沒怎麼試過 這次來到這裡 下次繼續 再看看有什麼拍